孙志玉男37岁和男人初中学历 这个时候过来的表现是真实的 也带来一些内容 一些东西 或者希望能展示给大家 谢谢 你年纪也不大 怎么初中学历 我小时候比较调皮 然后那时候上学 被学校劝退了 但凡是像你这种情况 初中学历 对吧 那你就肯定要说出 你有什么非常人所能 我是做了一份 综艺节目的策划 大家也可以当成一个笑话 大家有想过 每把综艺 电影 影视学院 还有公益结合到一起 办一档新的综艺节目 借助各方面的力量 使大众的目光 大众的目光聚焦到这里 在不需要付出 过多代价的情况下 与各方形成利他共赢的 你是要做一档综艺节目 对 目的是什么 办这档综艺节目的目的是为了什么 我这个目的进行不强 就是说 就是想要一档优秀的综艺节目 对 数数率高 大家都喜欢 对 是这个意思吧 对 那我问你 你做过综艺节目吗 没有 就短视频号 你有吗 自己有吗 没有 也没有 对 那里面任何一个板块拎出来 你根本没参与过 你怎么可能把它整合到一块呢 你都不懂 而且我觉得很奇怪 它中间叫利他 但是整个你这个模式 其实在我看来 是一个空手套歪狼 因为你什么都没有 你想利用综艺去影响电影 想用电影影响公益 就你把这个串联起来 这个叫利他吗 到底利什么他了呢 他根本没有内容 根本没有办法循例他 因为没有核心 你给我花一分钟的时间 描述一下 这档娱乐节目 有哪些板块 他在干什么 就比如咱们就是 借调过来 大概十个左右 一千万粉丝以上的大咖 他们在这里竞选 就是说 不是说竞选 就是一个比赛性质 然后PK赢的 然后还有导演 各方面 就是说有人评委 从里边选择一个 或两个人去那个电影参演 这这不是现在的常规手法吗 不是 我就是我没想 我从来没想过 我来做这个 就是我把了思路 就是说表现给大家 我觉得在这个菲尼莫属舞台上 它是非常有代表性的 有相当一批人呢 其实有存在主意 存在某种空想 那空想是什么 就是说 我把所有的资源整合起来 帮你们串在一起 这就是个好的模式 其实所有的资源呢 都在他自己手里边 为什么要通过你来 整合在一起 所以你要脚踏实地 不要满怀空想 你至少你要有基本的研究 你才能把它整到一块 你自己的都不做好 也没做过中意 你怎么就能把它们 整合到一块呢 哥们 你自己一个人 现在的状态呢 我觉得代表了充分的一个群体 叫做白日梦群体 你只有什么 发现问题的能力 没有解决问题的能力 这个是社会上 很多人的普遍现象 我觉得它不是 发现问题 并没有得到解决 我是觉得它不会发现 就是你是发现了一些 社会现象 并不是问题 但是它通过它的现象 以及它自己的思维模式 去整合出了一个信息报告 而这个信息报告 并不是任何有实际价值 但是往往一个人的主观世界 会认为它有价值 并且会觉得别人应该产生受益 其实问题来自于 信息的整合方式 如果接受一些 系统化的训练的话 那么这个方式 就不这么进行整合了 我虽然说对这些东西 我不了解 一点都不了解 包括中意各方面 我都没接触过 但是我想 就现在 就是说可能说 比较个人的一些想法 我真替它着急 你看它窃窃窃窃在那 然后白日做梦 可是它自己不认为 它是白日做梦 还认为自己在做了一个 立她的伟大意义 我觉得人家挺快乐 你很不快乐 你现在是个操心的大姐 你现在有收入吗 每个月 现在没有 那你每个月的生活费 跟孩子 老婆的生活费 是从何而来 没有 就是以前 有预留的一些吧 那你媳妇 那个干什么呢 她 我把辅导班留给她了 她做了八年校长 对 什么校长 辅导什么 针对出高中文化课的 我都惊了 我不上课 我不上课 但如果说你们 只要是提问和 就是辅导机构 有关的这些问题 稍等 这也是一种能力 你们是做全个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还说人家没有能力 你这个干了多少年了 干了这是从10年到18年 你干了8年啊 你这个业绩怎么样 暑假的时候就是一个半月 我们流水170万 然后净利润70 可以吗 我就可以人才 可以吗 有能力 为什么不继续做了呀 18年以后 我出了一些状况 然后不是离婚了吗 出了啥状况 我出轨了 家庭破裂了是吧 对 你后悔吗 没什么后悔的 就是说你主动去三万一他人 你没有资格去说愧酒 现在眼圈红了掉泪了 是你心里还是觉得挺对不起他 是吗 是不是后悔了 后悔了就跟他说说 不用不用谢谢 就是 大家都会好好的 你这么这么宁 看你性格里面特别宁 对 撞着南枪不回头 有人说撞着南枪才会 谁说他不回头 他想回头来的 什么不回头 天天那个 就是我没资格去回头 对 听见没有 关键是你笑个男子汉吗 有没有资格 他说了算 对 你要把选择权 不是放在你自己 你既然错 你把选择权给到别人 你现在没有资格 你这还有责任 对吧 对 你今天来找工作 是想开始你新的生活 是吗 对 就想靠这个是吗 不是 如果今天有一份 辅导班方面的工作 你接受吗 接受 要求薪资多少 5K 那如果今天没有人 给你任何岗位 你接下来怎么办 大不了 回去就是说 去我们家乡那块 来第一轮选择去后 还有三盏灯 谢谢大家 谢谢孙伟友 来 金松伟友才准备了 可以清唱几句歌吗 唱歌 唱给自己的前妻听 这个不能唱给他 我自己写的歌 名字叫什么 你滚 你好勇敢 他不就是指的你 太勇敢 不是 你为什么要创作这样一首歌 当时我因为从小家庭环境 然后小时候不开心 有人欺负我 我那时候写歌嘛 就写给他呢 但是写给就是说 让自己不开心的情绪吧 我看见你的样子 我听见你的声音 就会感到 烦烦烦烦烦 你心里有人套脸 不要让我看见 要不然 我会使你你你你 变软 谢谢大家 你唱这歌好听吗 不是 可能说这个调我没唱好 你这个时候应该唱 你快回来 梁文进入职场 情商课堂 你的职主领导总是让你去管理 和你评级的同事 这本是他分内的事 渐渐的同事就与你疏远了 你会怎么做 如果遇到类似的情况 我首先会找就是说 和我评级的同事沟通 我们要做共同做什么工作 如果需要的话 我可以去辅助他 以他为主 包括就是说 对领导继续汇报 也可以以他为主 我想把这个事做成 我觉得可以沟通没问题 但其实这个 背后的一个原因就是 有一些分类的事 可以分外沟通 所以在东北有句话 就是没有什么事 不是一顿烧烤能解决不了 所以在很多的 这样的平级管理中 其实功夫是在业务之外 来建立的 你和你的前夫人 是一起来办的这个学校 对 对 你们俩的分工是什么 你在里边做了什么事情 我主要是教务 然后还有老师 还有就是说招生 我爱人是教课 在招生的时候 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渠道 是面对面呢 还是电话呢 还是用微信群组啊 这一类的方式 都用了 你会有自己固定的那种 招生的套路吗 你有没有总结过 有 在我们暑期那个暑假班嘛 我们对面就是教育 我们从三月份就开始 办我们的暑期班了 就开始招生了 他们招生的时候 是在六月底 我们提前就是行动的一些时间 比如说我们辅导机构 有一百左右的学生 然后从我们聊天 就是说 开始办这个暑期班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 对这一百个学生进行游说呀 或者说现在交费 要批暑期的时候 能打五折呀 或者一些优惠活动 这个班级 特别是就是 初生高的那个预客班 我们办的是13个班 你在做跟其他门店竞争的情况之下 你的竞争策略除了提早报名 更有优惠的价格优势以外 还有什么优势 更多的就是口碑比较好 因为我们没有什么品牌 也没有什么营销策略 就是我们主抓 主抓的就是口碑 除了口碑之外 就是别的都可以往后排一下 听了这些表述之后 你看得出来 只要再谈起他曾经做过的领域 他还是思路挺清晰的 而且他也确实是做了这些事情 所以在一个人身上 是允许荒唐和踏实 共同存在的 在某一个领域 我们的企业家之所以还亮灯 是着实看到了 你曾经做过的这件事情 是靠谱的 谢谢大家 我们是客观去判断一个选手的 来第二轮选择 还有一盏灯 直接进舞台前不上感情 上年得到给你的职位 是社群营销的岗位 基本工资呢 就是5K 你要求的这个 但是我们的这个岗位 因为他要承担业绩是招生的 所以呢 那个要看提成 工作地点在北京 就是说 你说这个招生是在社群 是在微信群组里面做营销 在微信群组里 不是面对面交流 微信 我们会提供你的 一个招生的SOP 然后他们都是上过 士丁克的这个家长 然后呢你来 像在群组里 对他们进行营销 承担 可以可以考虑十秒 少年得到 谢谢再见 少年得到 希望不会辜负你的信任 加油 这就是人生最奇妙的地方 一个这么靠谱的人 招了一个这么看似不靠谱的人 这说明这个舞台的魅力 本身是不看你一面的 它是看你的另外一面的 我们不会因为你荒唐的一面 就否定了你踏实的一面 谢谢 否定了你的能力 所以你真得好好干 好不好 好 我祝你早日 传言 再见 谢谢大家 就是以前可能说 有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 我们自己 只是一厢情愿的认为 这些东西也没有人能分享 在这里 最起码 自己心里也有个答案 以后 做自己该做的事 有请